这是要买车的哥哥 站在了4S店门口 744减去100的命中 初始命中644 看着命中量一半兄弟 除以三 你先从宝石街4S店里往出退一退 你说大哥仲态怎么走 这神器我没确实没有见过644命中的 644的命中初始命中644除以三再加669武器的出张883 兄弟兄弟往俩轮的看看 4个轮的够呛 4个轮的不行了 重态也不行 重态也不行 因为啥呢 因为这把武器伤害虽然高了一点点但命中太低 而且关键是现在等级才109升到175G化妆9打16段宝石弄满神器基本上不大可能 有人说命中是644对呀命中644你觉得不是吗 有人竟然说这把武器命中不是644 我得普及一下梦幻西游的下载客户端了啊 老王我的呢 你的你你的没毛病兄弟你的这个行 663除以三加646起码你看着加敏就正经多了熔烈能极限39 而且你化成9还行 兄弟你能四个轮的没啥问题 39乘一个0.67再加上一个 再加上一个26.13 这把武器再加上一个133.33 这个综合的话1029非专用的极限这个能买一个最便宜的 比亚迪f0多少钱 我不太了解 50红光没问题 说到物理系的梦想又来了一个物理系的梦想 这是一把扇子龙公专用 米米磨双加33 这把武器用892减去250的命中 除以个3加上一个681 初伤895加133.33 16的保持1028 33再乘一个0.57 再加上一个18.81 1047.14 这把武器比刚才看那哥 哥俩的武器要强多了 强多了1047 综合的扇子送的魔力可以当法皇 再来20点伤害 就属于神器 10点伤害属于小神器 1047 属于够用 几万块钱 咱们直播间这么多狗托吗 也可以理解 我昨天说谁能有满神器的号 扫三个我给一个给他1000 扫了两 双加不是66吗 物理系的话魔力是不算的 物理系你可以加耐可以加敏 但是物理系你不可能加魔 这个武器还是个好武器 大几万的那种 比非专用的极限要好 也算是一个物理系入门级的小神器 我传售你试着 我传售你试着 你试着 迅击的